上個星期五 雨中心長的說確診人數 還看不到下降的趨勢 才經過一個週末 就該口表示RT值開始走下坡 國內疫情已經在控制範圍 通常只要這個值低於1以下 那表示說這個疫情就會開始反轉 指揮中心解釋RT值 就是疫情發生的時候所產生的傳染力 在13號到15號落在最高峰 指數高達15 不過從三級警戒實施之後 逐漸看到效果 到了昨天降到1.02 因此研判三級措施有成效 不過醫師警告不能太樂觀 要確保疫情完全控制 至少得等到RT值降到0.5 專家解釋RT值的反轉點 通常以1.0為代表 如果跌破1.0 代表在後續的三到四天 確診人數有機會降回到二位數 RT值的數值 有的時候它會有每天波動的情形 所以可能至少要三四天四五天的 那個觀察區間變化 才會比較準確 眼看疫情似乎開始有起色 但這一個禮拜很關鍵 這一波的抗疫戰還沒走到盡頭 得靠三級自律繼續維持 八大新聞和皮李松原采訪報導 鎖定八大女生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